哇!哇!我的手這麼大一顆耶! 哈囉大家好!今天亞美講的要帶大家到哪一間餐廳吃飯呢? 嗯沒錯!就是這間餐廳,這間餐廳 為什麼會想帶大家來這間餐廳吃飯呢? 因為我有許多旅行社的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的旅客都非常要指定這一家餐廳來吃飯耶! 所以囉!亞美講今天也要帶大家來吃吃看他們家的菜喔! 今天我點了幾道我非常喜歡的泰式料理 所以待會有哪些好吃的呢?我們再來看看囉! Fresh Roll就是那種春捲的概念 然後要鑽一下醬 我要吃囉!這個醬看起來很厲害 這個醬太辣了 太辣了啦! 吃起來好像有魚鬆的味道 然後有點甜甜的 然後你再配上它這個辣醬呢 應該是魚露辣醬之類的 蠻搭的耶!很好吃耶! 嗯! 像開胃菜前面在爽口的樣子 不錯! 到泰國菜廳一定要點的就是青菜了! 因為我覺得每一餐都是 你看又有肉啊、魚啊、海鮮啊 沒有青菜怎麼行 我吃吃看 這個好吃! 我不得不說有時候泰國人在煮炒菜的時候啊 他們那個醬料不知道為什麼都好下飯喔! 我覺得好好吃喔! 冬羊炒飯、海鮮炒飯 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你看! 哇! 來替大家吃! 看看囉! 不客氣囉! 這個花枝很大很紮實耶! 所以咬起來很有口感耶! 嗯! 冬羊啊! 它裡面整個味道 就很均勻的散布在炒飯裡面 你就覺得好好吃喔! 而且它的 冬羊味道不會很 很重的那種 因為有的太重就會太酸、太辣、太鹹 不過這剛剛好好吃喔! 到泰式餐廳呢 來到泰國怎麼能夠不點 這個青蒸檸檬魚呢 來到這邊一定要吃個青蒸檸檬魚看看啊! 青蒸檸檬魚要怎樣? 滿滿的喔! 又酸又辣又好吃! 好辣喔! 哇!好好吃喔! 太辣了! 剛剛那一口 我真的太貪心了 可是來泰國就是一定要吃又酸又辣的啊! 所以 馬上點了這一杯果汁 它不是果汁啦! 蔬菜汁 我以為它原本很菜味 結果沒有 它放了一點檸檬 所以喝起來 送啦! 好喝! 咖哩螃蟹來了! 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海鮮餐廳一定就是要點螃蟹來吃 而且你看它這個螃蟹 這麼大一個欸! 我的手這麼大一個欸! 太可怕了吧! 手滑!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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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這樣吃才過癮! 好喝喔! 東央宮來囉! 這間東央宮的味道真的很棒 你看它的湯的顏色就知道了 它就是有放了椰奶 然後呢它味道就是真的很香濃! 又香又濃又爺啊! 真的很好吃! 也很辣! 也有點辣! 雖然我是很能吃辣的 可是到泰國這種辣椒 你千萬不要跟它拼 你能夠熟辣就熟辣 吃飽了! 就要吃甜點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吃完飯後 都會有另外一個位 是要來裝甜點的 當然我也不例外啦! 來到泰國要吃什麼甜點啊! 當然就是芒果糯米飯 看你喔! 芒果糯米飯 耶! 太好吃了! 我曾在節目上跟人家講說 這個糯米啊 你要一直咀嚼一直咀嚼一直咀嚼 你就會覺得那個香味會跑出來 你就會覺得好好吃喔! 怎麼會跟芒果那麼搭啊! 好好吃喔! 奶昔 而且一點都不甜好好喝喔! 它還有吃的到 像是磨磨蟲炸的東西 嗯! 嗯! 好喝! 嗯! 吃飽了! 好開心喔! 然後想睡覺了! 嗯! 想睡覺了! 哇! 這間餐廳呢 蠻推薦大家可以來吃的 它其實在曼谷有蠻多家分店的 不妨可以下網來搜尋看看 Savui這一家餐廳的名稱 而且我覺得來還是定一下位置比較好 因為畢竟呢 這麼熱門的餐廳呢 有時候很容易就會客滿了 請大家可以關注我的粉絲團 或是IG、Youtube 人家美獎呢 會在泰國各地 有好吃的美食的消息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喔! 掰掰! 掰掰!